好了 主播403花蓮強盛過後 花蓮市區的藍天麗池飯店 當時只有輕微受損 業者要自行修繕 因此縣府未貼紅黃丹 沒想到23號的餘鎮 飯店外牆持續磁砖掉落 結構嚴重受損 目前業者已暫停營業 內部拉起封鎖線 外圍則用綠色帆布遮蓋 避免影響行進的行人車輛 26號上午花蓮市政府建設處 協同結構技師工程人員進行勘查 來聽一段稍稍訪問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表示 藍天麗池飯店直接被判定為 紅丹建物 預計安排在統稅大樓後進行拆除 至於統稅大樓有望從27號 開始拆除 而正在拆除的富凱飯店 目前也加掉另一臺拆除機具 以加速拆除作業